在镜头前摆出模特的姿态 30岁出头的珍珠在一郎担任行政人员 每个月薪水3万多元 但光是1万5千元的房租就去掉一半的薪水 偶然获得人体模特的兼职机会 平均每个月可多赚1万多元 26岁的Winnie是建设公司助理 假日和朋友一起兼职彩妆造型师 开课教授彩妆技巧 婚礼淡季每个月就有1万5到2万元的收入 遇到婚礼旺季光是新秘收入就会超过本薪 任职于连锁家电通路的林先生 每月收入大约4万3 但需要负担房租及孝亲费 为了增加收入 他利用休假时间兼职 到卖场当即时注点销售 或大型活动操偶 一个月可赚近1万2千元 我是在艺朗担任行政助理 那因为艺朗行政其实就3万多点 因为自己本身对艺术绘画有兴趣 然后也有相关的人脉 所以我就担任下班时间 或者是休假担任人体模特 或者是人像模特这样子 因为他收入蛮高 然后其实工作时间也蛮短 所以其实很好利用 我是没有孝亲费这些 但主要是我的房租就大概要1万5 对所以等于是薪水一半就没有了 因为其实我一直都还蛮想要买房子的 然后就觉得 哇其实我们原本的薪水 就觉得好像不够 然后又很想要就是 透过就是额外的收入 然后让自己呢 就是可以赶快存到第一桶金买房子 原本的薪水是3万块 然后呢我像兼差的收入的话 就差不多到一半左右 差不多1万5 嗯到2万 兼差的工作就包括了卖场的销售嘛 那有时候会去一些大型的促销活动 穿玩偶装 那偶尔也会去拍广告这样子 那大部分的话都可以增加 大概1万多块这样子 就是也是不无销补啊 就蛮觉得多 因为平常收入就是怎么讲 也不是说特别的高啦 就是还算够用 当然是希望说之后 也可以买个自己的房子啊这样子 毕竟现在还是租房子嘛 根据人力银行调查显示 有三成三的上班族 除了正值还会兼差 比例相较疫情前增加15% 每周能多赚进6000元 而上班族属意的五大热门兼职 包括餐饮内外场 社群经营 超商门市 卖场销售以及网拍代购等 平均的基本薪资是来到了4万4千多元 可是大家却觉得很无感 那最主要当然也是因为受到二五战争 然后呢还有这个疫情之后的影响 然后再加上这个通膨 大家应该都很有感受 所以其实实质性薪资呢 反而是倒退路了 0.15% 那也是创下近十年来的新低 也让相当多的人觉得自己是新贫足 也因此呢 大家就开始想要找寻兼差的机会 根据我们的调查呢 有三成三的人 其实是希望说自己可以有更多的兼差机会 那比起之前 疫情之前 是高出了15% 那大家最主要想要做的兼差工作 大部分呢 还是像是接案类型的 比方说是电商小编啊 又或者是一些接案的角色 最主要是因为工时弹性 也不限地点 那相较于像是超商卖场 或者是餐厅这样子 比较固定时间工作地点的工作 相对来说 还是网络接案会更吸引人一些 针对近期内政部 释出房贷补贴三万元政策 调查也显示 近六成三认为补贴金额太少 帮助不大 最主要也是因为说 这一次提出的这个三万元的补助 它的这个标准 其实是有一点高的 首先呢 你的家户的收入 必须要低于120万 如果家户收入高于120万 是没有办法去申请 这样子的津贴补助的 那另外这三万元 是一次性的请领 也就是说呢 你请领这一次三万元之后 也就没有其他的补助了 那对于其他的这些五颗蝸牛来说 更没有感觉了 因为他们甚至连房价都高攀不起 所以这三万块可以说是看得到吃不到 调查也指出让上班族感觉负担较吃重的主要开销 有六成三是生活费 五成九为房贷房租 还有孝亲费以及教育费等等 上班族要减轻经济压力 除了肋井裤带 也得靠兼职增加收入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